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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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今天阿學要幹嘛? 今天阿學想要分享一下目前他開的這台GIMERI 那起初買這台車的時候 猶豫了很久 因為空間不大 聽說很晃 又很好遊 那主要因素就是 我還要載小孩 所以變成說 空間的問題 我一定要想辦法解決嘛 那在買這台車之前 去年吧 我那時候為了載小孩 就 隨便的買了一台修宇車 那台車 算空間很大 載小孩子也很方便 但是 那台車我除了去好事多 買寶寶的副食品 沒了 就這樣 就這樣 幾乎是沒有出遊 我老婆是這樣跟我說的 所以我想說 藉由買這台車 因為我老婆也很喜歡這台車 我也很喜歡這台車 想說有這個熱情 開車的熱情 看能不能就是 為了開這台車 然後比較願意出遠門 那時候買回來的時候 開回來啊 我 我就有點嚇到 想說 靠怎麼開回來頭暈暈的 啊 就是還有一點想吐 通常不是都副駕跟乘客頭暈嗎 為什麼連開車的人都頭暈呢 是覺得有點扯 尤其是開快速道路或高速公路的時候 那真的很扯耶 你大概 時速平均大概90上下 只要有人比你快 快10就好 從你旁邊這樣開過去 會被他牽引耶 他開過會這樣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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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怎樣 這避震器是還是剛性有問題 後來我就上網Google了一下 就是說 你也不能去要求什麼 他就是個吉普車越野車 那他避震器一定是軟嘛 後來我想說 這問題一定要解決啊 不然 車要怎麼開 就是 上網Google了一下 店家 專門改Gimany的 他叫藤井 其實是Gimany專門店 後來我跟老闆聊了一下 他問我說 我有沒有在聊K啊或越野啊 或是跑林道這種需求 我就說 沒有我只是想要解決 我現在車子很晃的問題 然後他建議我改一組 比較入門級的 舉升兩吋的避震器 那這個避震器 他的品牌是JAOS 他是說 裝的車子變高嘛 整個視覺就是比較好看 然後又可以解決我的問題 我就也沒多想 我就信任老闆嘛 然後 就去裝了嘛 裝了完之後 我開出去那一瞬間 我就說 哇操 欸 真的差超多的欸 整個變很穩 然後也不太會亂跳 然後去開高速廣路那種 比較高速的速度 也不太會晃 真的完全解決我的問題 後來改完避震器的 當天晚上睡前吧 我想說來看一下Gimany的改裝品 然後就 可能腦波特別弱吧 我就看著看著看著 我看到眼睛都發亮了 馬上就私訊 騰警老闆說 我要改前後保桿 我要改水箱護罩 我要改後尾門 我要改音箱 我要裝水杯架 我要裝儀錶板支護架 那前前後後 過了兩個月 我現在目前只剩下前後保桿沒來 那其他的東西都裝上去了嘛 旅圈的部分 我覺得就看個人的需求 因為假設說 你有要下去玩 下去聊K 黑阿月圓 攀爬石頭等等之類的活動 我建議你改大路框就好 因為下去玩一定會受傷 你改大路框也不會說這麼痛 那我會選擇RICE這咖框的原因是 因為我本身就比較注重操控嘛 那雖然這台車沒有操控可言 可是裝上去就多做操賞 還是有差啦 就是感受得出來有差 真的有差 那再加上他日後拋售 他的價格也是會比較好一點 又剛好我的車想要黑化 那這咖圈又是全黑的 所以很符合我的需求 那目前我改的這些東西 我覺得最直接兩樣 鋁圈跟避震器嘛 那其他的東西就是屬於外觀的東西 我是覺得就是 看自己的經濟能力 不是說 啊我都改日本的 我就比較屌比較好 比較厲害 沒有 因為比你厲害的人還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好比較的 就是看自己的能力 那我比較追求就是密合度 我會改日本的就是想說 阿拉密合度比較好 假設說今天套跑大陸的東西 欸來密合度很好 我也會選擇改大陸的 因為畢竟這東西就是外觀 沒有什麼實質上的效果 所以我會覺得改車這方面 我覺得就是自己爽就好 不用去在意別人 對你怎麼看 自己開心就好 那再來就是剩下前後保桿的部分 那騰檢老闆是跟我說 大概五月中就到了 所以等我之後裝了之後 我會再拍一集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了 阿學要幹嘛 我們下集見 再見 掰掰